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患上胃病,三分靠制,七分靠痒 养胃时经常被告知多吃水果 水果的营养价值不但丰富 而且含有的各种营养元素 能够及时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 但是有些水果不但不养胃 还会反过来伤胃 致使胃病癌变 事实是,有的水果有养胃的功效 但有些水果却是在伤胃 曾有对年轻的夫妻小雨与小美 本是美好的年纪 却双双查出了肝癌 一开始两人只是感到疲惫乏力 本以为是累着了,没在意 可渐渐小雨的眼睛皮肤开始发黄 并且迅速消瘦 而小美经常食欲不振 胃口不佳 二人这才到医院进行检查 最终都确诊了肝癌 在二人入院治疗期间 对于肝癌有了进一步了解 才知道发病诱因 原来这些年来 夫妻俩打工 攒了钱 开了水果店 两人经常起早贪黑 十分辛苦 却也一甘之如頤 店里腐烂坏掉的水果 两个人也不舍得扔掉 就去掉坏的将剩下的吃掉 没想到正是这样一个习惯 害了他们 此外 如果有胃病的 千万不要轻碰这几种水果 可能会加速胃病癌变 一 有几种水果吃多了会加速胃病癌变 一 山楂 说到山楂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开胃菜 山楂的作用确实可以帮助消化和开胃 通常胀气可以吃一些 但是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 最好不要吃 山楂中果胶和丹磷酸含量高 与胃酸接触后 易凝结沉水 不容性沉淀 与食物残渣一起形成胃结石 导致胃溃疡 胃出血 如果你真的想吃山楂 把山楂煮熟再吃一次 这样可以降低果胶和丹磷酸的含量 二 柿子 柿子含有较多的丹磷酸和果胶 胃功能不佳 尤其是排空功能不佳时 在胃酸作用下形成不同大小的块状 会在胃内停留 形成结石 三 鲜枣 鲜枣 膳膳膳纤维含量很高 大量摄乳会自己肠胃 造成肠胃不适 大部分膳膳纤维存在于枣皮 而枣皮又薄又硬 边缘很锋利 如果胃黏膜只有发炎或溃疡 会加重疼痛和不适 四 猕猴桃 猕猴桃属含性 过时损伤脾胃的阳气 会产生腹痛腹泻等症状 猕猴桃中所含的大量维生素C和果胶成分 会增加胃酸 加重胃的负担 产生腹痛 泛酸 烧心的症状 所以 如果自身胃不舒服 少食用以上的水果 除此之外 也有养护胃的水果 可以食用以下这些食物 帮助养胃养护健康 二 集中养胃的食物 一 山药 随着天气渐冷 有些脾胃虚寒的人 常常出现食少腹胀 大便吸糖 肢体倦怠等症状 经常熬山药粥和 能有效缓解胃部不适 二 红薯 红薯养胃 性贫 胃肝 补皮义气 《纲目十一》中记载 其补中 暖胃 肥五脏 天寒食用 正气养胃 化石聚积 千克 清肠减肥 三 卷心菜 有健脾养胃 缓急止痛 解毒消肿 清热沥水的作用 可用于 内热引起的胸闷 口渴 咽痛 小便不通 耳目不聪 睡眠不佳 关节不利 和腹腔隐痛等症状 四 菠菜 胃肝性凉 能润造养肝 异肠胃 通便秘 食疗 本草仔 利五脏 通肠胃 解救毒 菠菜 可促进胃和一线分泌 增食欲 助消化 丰富的纤维素 还能帮助肠道蠕动 有力排便 不过 菠菜草酸含量高 妨碍钙质吸收 应避免于豆腐紫菜等高钙食物通知 或在烹煮前清酸 除去草酸 五 桂圆 李时珍曾说过 食品以荔枝为美 滋液则龙眼为凉 和荔枝 杏薯 湿热不同 桂圆能入药 有壮阳义气 温味补皮等多种功效 六 胡萝卜 杏味甘贫 中国医学认为它下气补中 利皮革 润肠胃 安五脏 有见识之效 丰富的胡萝卜素 可转化成维生素A 能明目养神 增强抵抗力 防止呼吸道疾病 胡萝卜素属脂溶性 和肉一起炖最合适 味道也更好 七 南瓜 本草钢木仔 南瓜性温 胃干 乳皮 胃筋 能补中乙气 消炎杀菌 止痛 其所含能丰富果胶 可吸附细菌和有毒物质 包括重金属 铅等 起到排毒作用 同时 果胶可保护胃部 免受刺激 减少溃疡 可用南瓜煮粥或汤 滋养肠胃 为了不给身体带来负担 大家要正确吃水果 饭前和饭后 哪个时间段 吃水果更好呢 三 水果到底饭前吃好 还是饭后吃好 关于水果这个食物 其实存在有很多的争论性 在食用时间上 有些人说饭前好 有些人说饭后好 到底哪个时间点吃更好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无需刻意纠结饭前 还是饭后吃水果 只要是自己吃完后 没有不适症状即可 但对于一些消化功能比较差的人来说 吃水果还是建议在饭后 饭后一到两个小时比较合适 而对于一些需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 可以在饭前适当吃点水果 可以让身体产生饱腹感 降低摄入食物的量 水果虽好 但在食用的时候也有不少的注意事项 这四件事一定要注意 一 水果每天吃一到两个 膳食指南推荐 每日摄入水果的量保持在200到350克为宜 按这个量来计算的话 每日摄入一到两个即可达到量 二 不要过多使用高热量水果 大部分水果的热量都不是很高 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如榴莲 牛油果 就是热量非常高的水果 日常吃这两种水果 要注意控制量 三 特殊人群吃水果要注意 对于本身容易腹泻的人群而言 日常要注意少吃蜜猴桃 火龙果 草莓等带有细小籽的水果 否则容易加重腹泻表现 这些水果很适合便秘人群食用 胃酸分泌过多的人群 要注意避开山楂 羊梅 柠檬等酸性的水果 糖尿病患者则要注意远离升糖指数高的水果 如西瓜 大枣等 四 不能单吃水果做正餐 不少减肥人士会把水果来当作正餐 但这个做法并不科学 水果内含有的营养元素相对有限 长期只吃水果容易导致身体营养摄入不均衡 对于健康而言是不利的 并且很多水果内的含糖量都不低 大量吃水果反而会让身体发胖 总而言之 对于胃功能下降 以及患有一些胃部疾病的人群来说 可以适当多食用帮助养胃的水果 另外 红豆以及取皮的红枣 木耳 生花生米等食物 都有着一定的养胃功效 但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的食物都不能代替药物 如果患有胃部疾病 应该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药物治疗 更要根据胃病的类型 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适当使用 才能够起到养胃 护胃的作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俗话说 清明哲 毒过蛇 不久前有一位女士 因吃了一根甘蔗 身体多个器官衰竭 生命垂危 险些丧命 51岁王女士 已经吃红腥了甘蔗 出现恶心 呕吐 胸痛的症状 送到医院检查都没来得及做 王女士就出现了肺水肿 阳饱和肚皱降 呼吸衰竭 生命体征不稳的情况 原来 王女士严重中毒了 现在天气渐暖 人们吃水果的热情 逐渐高涨了起来 但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 水果并不是特别好 买也不是特别多 尤其是在清明前后 但是有三种水果 不管多便宜 大家都不要吃 小新和王女士 有一样的遭遇 到底是什么水果 一起跟着来了解一下吧 这三种水果不能吃 一 芒果 第一种 在清明前后不可以吃的水果 就是芒果了 咱们都知道 这个芒果属于热带水果 它成熟的季节 基本是在六到七月份 清明节前后是四月份左右 这个时候的芒果 不是当季的石令水果 想要让芒果长久地保持新鲜 肯定是要经过特殊的保存方法的 但是 这种特殊的保存方法 难免会添加一些添加剂 如果这个时候 咱们大量食用芒果 肯定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 喜欢吃芒果的朋友 千万不要在清明节前后吃 不妨多等上两个月之后 再吃新鲜当季的芒果 二 梨 清明节前后第二种不可以吃的水果 就是这个梨了 梨不属于热带水果 在我们北方成熟的季节 基本上都是在秋季 清明节前后吃的梨 也都是经过一冬天的保存了 梨子虽然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但是经过一冬天的储存 里面的水分基本上都被控干了 而且 梨子的表皮非常的薄 稍微磕碰一下 外皮就会出现破损 果肉也会坏掉 像这种梨子买回家 基本上都是不能吃的 白白花冤往前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这种清明节 它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这个梨同谐音分离的意思 像这样寓意是不太好的 大家在清明节的时候 也最好不要吃 第三种在清明节前后不可以吃的水果 就是甘蔗了 有这样一句老话 叫做清明这毒过蛇 意思就是 清明前后的甘蔗 毒性非常强 甚至强过于毒蛇 虽然有一点夸张的成分 但是也不无道理 清明节前后 也就是四月份左右 气温已经明显回升 而甘蔗 在气温明显回升之后 极其容易变质腐坏 变了质的甘蔗 会产生一种化学物 叫做消基饼酸 我们之前提到的毒性 都是来自于这种物质 并且这种毒物 再摄入不到零点五克 就可能让人中毒 所以说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个甘蔗 不管有多好吃 大家也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毕竟是为了身体健康着想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清明更适合吃一些 略带苦味的酱火蔬菜 志恒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几款 即使你再忙也别错过的蔬菜 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好吃又好做 满满都是春天的味道 这些蔬菜一定要多吃 一 野蒜 野蒜 有些地方叫野葱 野小蒜等 顾名思义 这种蒜不是人工种植的 生长在野外山坡 或者沟壑草丛中 香气十分浓郁 可以被称之为春天里的第一香 比人工种植的加蒜 那可要鲜香得多了 野蒜的吃法有很多 比如 凉拌野蒜 野蒜炒腊肉 野蒜干锅虾 野蒜煎饼 野蒜炒鸡蛋等 都是春天难得的美味佳肴 野味十足 我们在家可以做一道 好吃的野蒜炒腊肉 香上加香 满满的农家风味 二 豌豆苗 豌豆苗 顾名思义 就是豌豆上的苗苗 嫩净叶 又叫豌豆尖和龙须菜 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一种蔬菜 只可惜它不是野生的 都是人工种植的 看来不花钱 还是别想吃了 由于豌豆苗可不是一般的蔬菜 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豌豆苗可谓是色 鲜 味俱全 味道清香 口感滑嫩 颜色翠绿 营养价值高 其中含有氨基酸 是一般的蔬菜三倍有余 是大部分南方人的最爱 食用方法简单 灵活多样 不管是清炒做汤 还是作为火锅配菜 豌豆苗都不失为 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上等蔬菜 三 槐树花 槐花也叫羊槐花 也就是槐树所开的花 槐花开起来非常漂亮 是春天一道靓丽的风景 现在的季节 正是槐花遍地开放的时候 槐花是春天里难得的一道美味 虽然略有苦味 但是烹饪之后 吃起来的口感却是清香甘甜 春意浓浓 槐花可以做成很多食物 比如槐花粥 槐花茶饮 槐花饺子馅 包子馅 槐花炒鸡蛋 槐花煎饼等 四 玫瑰花 现在正是玫瑰花开放的季节 说起玫瑰花 可以说是人见人爱 没有人不喜欢的 特别是正处于恋爱中的青年男女 因为玫瑰一直以来都是美丽和爱情的象征 但别忘了 玫瑰不仅外表美丽 还是一种很好的食物 富含维他命C 常常用来泡茶喝 也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果冻和面包 这些美食 这些美食颜值高 味道美 具有玫瑰花芬芳浓郁的香气 和肝中带有清苦的味道 五 艾叶 艾叶可以说是清明节非常珍贵的野菜 又叫艾菜 茅肖等 它是清明节前后野外十分常见的野菜 也是最适合清明节前后食用 艾菜的营养价值极高 富含艾叶油 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 具有特殊的辛香味 是非常值得食用的一种野菜 也是南方人的一种传统食品 其食用方法非常简单 常常用来熬粥熬汤 煎鸡蛋和做艾草芭芭 味道都十分鲜美 还有增加食欲的效果 清明除了吃 自然也少不了祭祖这项传统习俗 那你知道 祭祖应该带什么水果吗 祭祖能带的水果 一 苹果 苹果不仅长得圆圆胖胖 味道也又香又甜 一直受到男女老少们的喜爱 最重要的是 苹果有平安的寓意 2.橘子 其实以前橘子一直都没引起重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橘子就成了吉利果 无论是过年阶神 还是平时的祭祀 都会把橘子放在香岸上 不信你去看看影视区里的祭祀镜头 除了大鱼大肉之外 最显眼的就是橘子了 3.香蕉 香蕉能上榜 是因为实力 而不是因为读音 因为香蕉颜色金黄 样子又有点像元宝 所以老人们认为 祭祖时摆上香蕉 寓意是给祖先送元宝 送钱 今天为大家介绍了 清明前后要记得吃的水果和蔬菜 还有祭祖可以带上的水果 所谓清明 就是既要清也要明 希望大家多使用清淡清火的食物 才会有益身体健康 寄生虫 一个听了让人头皮发麻的名字 也许大家都害怕它 但你们知道吗 寄生虫也许就在你身边 日常饮食稍不注意 就可能会影响你的生命健康 它们的故事 值得大家引以为戒 1.寄生虫感染并非个例 1.高烧10天不退 肝脏经线寄生虫 来自福建的吴先生 近期莫名出现发烧 咳嗽的不适症状 体温很快就达到了39摄氏度 连续高热了10天 中间也曾服用过退烧药 但短暂的退烧后 很快又会再次发热 之后吴先生去往当地的医院就诊 发现引起他发烧的元凶是肝脏内存在寄生虫 他患上了肝西虫病 2.吃了顿火锅 诊断为脑囊虫病 四川的老刘一直在工地打工 平常只有发了工资时 才会放肆的大吃一顿 上个月他发完工资后 和工友一起购买了一堆火锅食材 回宿舍煮火锅吃 吃完火锅后没多久 老刘总是出现头晕头疼的症状 在半夜睡着之后 还出现了肢体抽搐 口吐白沫的症状 去医院检查后发现 老刘的头部存在寄生虫 被确诊为脑囊虫病 对此 医生推测 可能是由于老刘前阵子 吃火锅 没有完全烫熟 肉类内含有的寄生虫 没有被杀死 就进入体内所致的感染 3.一顿田螺终止妊娠 莉莉在去年去了云南旅游 期间食用了当地的田螺 回去后就出现了 发烧腿疼的表现 她以为是怀孕了之后 过度劳累所致 没有太当会事 很快时间又过去了两周 莉莉出现了发烧 无法站立的症状 去往医院后发现 体内存在寄生虫 于是 她不得不终止妊娠 配合医生进行蛆虫治疗 4.经常吃生食 引起的脑部感染 浙江渠州长山县 28岁小伙 16年前开始出现癫痫 头晕症状 经诊断 她部分脑组织 已经被寄生虫 慢食猎头又吃掉 造成了不可逆性损伤 而感染寄生虫的原因 是常年打猎的父亲 从七岁起 就为她生吃五不舍胆 连吃了五年 2.感染寄生虫后会有什么感觉 以下几个症状一定要小心 当身体感染寄生虫后会出现一系列的异常症状 但这些症状由于不具有特异性 很容易会被人所忽略 具体有哪些症状呢 1.全身寄生虫感染 这类感染会引起患者出现发烧的症状 2.肝脏或肺脏出现寄生虫感染 这类感染也可能会引起发烧症状 同时抽血会有异常的血向变化 CT可发现脏脊中间存在异常的阴影 3.肠道出现寄生虫感染 这类感染会引起腹部不适 食欲不振以及营养不良症状出现 4.皮下出现寄生虫感染 这类感染会导致肌肉酸痛 皮下节节症状出现 当怀疑自己感染寄生虫后 可以去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血液检查以及粪便检查等 具体还是要由专业医生进行判断 必要时可以去当地的疾控中心 进行寄生虫抗体检查 感染寄生虫一般都是或从口入 以下几种食物是寄生虫的重灾区 再爱吃也要管住嘴 3.会导致寄生虫感染的食物 生活中有不少食物都是寄生虫的藏身之处 建议你尽量别吃这些食物 1.黄鳝 黄鳝至少是15种寄生虫的中间宿主 其中危害最大的为 恶口腺虫三期幼虫 一旦食用了未煮熟的黄鳝后 急已发生感染 寄生虫幼虫会在体内多器官游走 内脏、眼睛、大脑等器官均会被清洗 美国曾做过调查 从超市购买的47个黄鳝药品中 13个被感染恶口腺虫 比例接近30% 人体如果感染了恶口腺虫 就会出现游走性皮下肿块 感染后几年之内都有可能间歇性复发 当然黄鳝还是可以吃的 据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的研究发现 在70摄氏度以上高温下 加热4-5分钟 黄鳝体内的恶口腺虫就可以被消灭 所以吃黄膳时务必确保烧熟 2. 罗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福寿罗事件 福寿罗致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冠原献虫 一只福寿罗内的广州 冠原献幼虫可达到3000只以上 一旦摄入没有熟透的福寿罗 即已引起寄生虫感染 生时或者使用了不熟的罗肉 具有可能感染管原献虫 管原献虫会在体内游走 最终钻入脑部或者脊髓神经 人体被感染后 轻者头痛恶心呕吐 严重者会发生休克 狂躁 狂躁 甚至死亡 夜宵瘫或者小摊贩的罗肉来源没有保障 又无法确保其是否真的熟透 容易加大感染管原献虫的几率 因此大家吃罗肉时 务必确保罗肉熟透再使用 三 三文鱼 三文鱼是不少人的心头爱 但生的三文鱼内很可能会有寄生虫感染 主要有扩节猎条掏虫 这类寄生虫进入体内后 会在肠道内发育成虫 随后会引起身体出现疲倦 乏力以及四肢麻木的症状 会严重影响人的健康 四 鼻齐 鼻齐属于水生植物的一种 其内里很可能会有僵片虫存在 人在生食鼻齐后也容易发生感染 一旦感染会引起粪便量增加 臭味明显等症状 部分患者甚至会在粪便内 直接排出姜片虫 还可能从嘴里吐出来 感染姜片虫发展到后期 可能会引起发热 过敏以及恶心等症状 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而诱发肠梗阻 导致人死亡 五 小龙虾 蟹 小龙虾 蟹即已被肺西虫感染 日常食用这些食物时 一定要完全煮熟 人如果生食或者半生不熟的 吃了小龙虾 就极有可能感染上肺西虫病 肺西虫主要寄生于人的肺部 轻折表现为咳嗽 胸痛 卡血 严重的甚至会引起肺部大出血 致使器官阻塞导致死亡 对于健康威胁很大 因此建议大家 食用小龙虾的时候 要把龙虾背部的筋去除 铺认时一定确保熟透 最好不要吃小龙虾头部 三 避免寄生虫感染 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对于普通人来说 日常想要预防寄生虫感染 自然需要从生活上的细节去做起 这几件事情要注意 一 首先 在日常购买肉类 水产品等要去正规的超市或农贸市场 这些地方售卖的产品相对有质量保障 感染寄生虫的风险更低一些 二 其次 尽量不要食用生食 特别是一些容易被寄生虫感染的食物 在食用之前要充分煮熟煮透 日常使用的砧板要将肾属分开 避免出现交叉感染 三 最后不要直接饮用生水也非常重要 特别是去到户外时 更加不要喝野外的水 即便是水看起来很清澈 其内里也可能会存在寄生虫 四 有什么方法清除体内积生虫 在去虫方面 中医和新医有不一样的方法 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但是一定要紧遵医嘱 不能胡乱用药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试验了20种中药的50%蚁唇提出物 对猪回虫 蚯蚓及水质的杀虫效果 结果使君子 赫尸 无疑 冰冷 冠重 穿链子 雷丸 及无猪鱼等八种中药 对蛆虫有显著作用 其中有以使君子的作用为强 使君子肝 温 龟皮 胃精 《明医别录》记载 使君子能杀虫消机用于回虫病 脑虫病 虫肌腹痛 小儿肝肌 但是大量服用可致恶逆 眩晕 呕吐 腹泻等反应 若与热茶同服 亦能引起恶逆 腹泻 故服用时既饮浓茶 所以 综上所述 寄生虫感染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 在日常要多加注意 接触动物要洗手 尽量少吃生食 生烟 食物要煮熟 积极预防感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香蕉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 它对我们人体有很大的作用 虽然是高热量水果 但是香蕉的营养价值是非常大的 目前有着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另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那么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注意了 虽然香蕉的好处很多 但是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香蕉是不能和这些东西一起吃的 否则后悔也来不及 赶紧分享给身边的人吧 曹大爷 你有糖尿病 还吃香蕉呢 一点水果 吃了没关系 小孙买菜回来 看见曹大爷坐在门口 听着花鼓戏 翘着二郎腿 嘴里还叼着一根香蕉 豁为惬意 小孙瞧见了 想起曹大爷之前 还因为糖尿病住院了好些日子 便这么提醒了一句 可谁知 他丝毫不在意 虽然曹大爷看起来满不在意的样子 但小孙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他告知曹大爷 香蕉素来有水果中的大米这个称号 早前 非洲人都是拿香蕉当主食的 吃香蕉不仅会导致血糖升高 还会让身体长胖 这对于患于糖尿病的人来说 可不是个好食材 您可千万别再因为吃香蕉而住院了 听完小孙的这番话 曹大爷才觉得内心有点慌张 赶紧去查香蕉 是不是真的不能吃 但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这让曹大爷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到底香蕉还能不能吃了呢 海外一位专家曾专门对香蕉是否升高血糖进行过实验 他分别在两天早晨食用等量的香蕉和果糖作为早餐 并在餐前餐后30分钟以及餐后60分钟进行了血糖测量 结果发现 食用香蕉和果糖的比例是有差别的 香蕉与果糖 吃香蕉的人餐后血糖升得更快更高 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香蕉竟然比果糖升糖更快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这是因为香蕉属于高热量水果 100克香蕉内含有约91大卡热量 28克碳水化合物 以及少量的脂肪 蛋白质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食用香蕉非常容易导致血糖和胰岛素飙升 所以一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吃香蕉 一定要注意 血糖水平比较高的患者 应该要严格地控制体重的增长 同时 患者要定期测量血糖 避免让血糖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并且在饮食方面 患者应该要以清淡为主 2. 香蕉是否吃得越多 通便效果越好 关于香蕉的传言有非常多 其中最为深入人心的 不外乎是香蕉可以治疗便秘 不少人在生活中一旦便秘 就会选择吃香蕉来缓解 然而香蕉真的能通便吗? 食物是否能缓解便秘 其实主要是取决于 其内含有的膳食纤维量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 成年人每日 每人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应该在25克到30克为宜 而100克香蕉内含有的膳食纤维 仅有1.2克 依靠香蕉来起到缓解便秘 有点牵强 换言之 想要通过吃香蕉来缓解便秘 或许效果不佳 再加上生活中很多时候 购买到的香蕉没有完全熟透 这类香蕉内会含有大量的柔酸成分 柔酸进入体内后 会和蛋白质相结合 形成一些快壮的身体难以吸收的柔酸蛋白 对消化道有收敛作用 会抑制肠胃蠕动 进而会让便秘的症状持续加重 所以要想缓解便秘 吃香蕉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对于便秘的患者 可以选择一些膳食纤维高的蔬果 例如火龙果、猕猴桃、菠菜等等 如果是在经期或者肠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 最好少食用香蕉 以免导致腹部受粮出现严重的疾病 在日常生活中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避免熬夜 可以适当地进行体育锻炼 促进肠胃蠕动 三 问题来了 香蕉究竟还吃不吃? 既然香蕉含糖量高 又不能缓解便秘 那么日常到底是否还可以 买些香蕉吃些呢? 当然能吃 虽然香蕉不能帮助缓解便秘 还会升高血糖 但是其内含有的营养价值也不少 香蕉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该维生素对于营养神经 促进代谢 以及预防血栓等 均有一定辅助作用 二 香蕉内含有甲美酮等矿物质 矿物质是组成人体骨骼牙齿等的重要结构 三 香蕉内含有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 可以帮助人体很好的补充能量 四 香蕉内还含有 类黄酮成分 类黄酮进入人体后 可起到靠氧化 降胆固醇 以及异菌作用 五 能够辅助控制血压的增高 因为香蕉当中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而甲元素对血压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香蕉 钠元素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 甲元素是血压下降的重要因素 当人体大量吸收钾元素减少吸收钠元素的时候 血压也会随之下降 尤其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效果更佳 香蕉有益的地方还是有许多的 所以平时也可以买些香蕉吃增加营养 值得提醒的是 香蕉内却含有不少营养成分 但它却并不适合所有人 有几类人群 劝你日常最好不要使用香蕉为好 四 香蕉虽好 但有几类人坚决别碰 一 水肿 一些存在身体水肿的人不建议吃香蕉 因为香蕉内含有的钾元素进入体内后 会导致血甲水平升高 容易让水肿人群的症状持续加重 同时会一定程度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 对于患者的病情康复较为不利 二 关机炎和关节疼痛 食用香蕉后 可让局部的血液循环变慢 让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滞留 且香蕉内含有的糖分较高 对于一些关节炎 关节肿痛的人群来说 不是个很好的食物 食用后容易导致病情加重 三 体含者 香蕉本身就属于一种含性食物 所以如果个人体质偏含的话 那么最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少食用 或者是不要食用香蕉 因为此时食用香蕉不但不会给自己身体提供任何营养 还有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其他的健康问题 四 糖尿病人 香蕉当中所含有的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 因此如果自身患有糖尿病症的话 那么吃香蕉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血液循环受到影响 从而让大量的代谢物质在体内积累 最终就会出现病情不断加重的状况 而且和其他的食物比起来 香蕉本身的升糖指数也非常高 如若是上述的几类特殊人群 则建议你最好别吃 五 爱吃香蕉 每天吃五六根可以吗 香蕉对人体好处多多 但是任何水果都不能每天吃大量吃 否则就会给人体造成危害 国家三级公共营养师袁新表示 香蕉中以果糖为主 葡萄糖折糖四肢 而果糖在人体中的代谢会产生甘油三脂 是高血脂、脂肪肝的风险因素 也有研究表明 果糖摄入过量 还会造成诱发痛风 加速、老化 潜在风险是很高的 中国居民散食指南中推荐 成年人水果每日摄入二百五十克到三百克为最佳 以香蕉来说 一根到两根就足够了 如果偶尔一次吃五根或十六根影响不大 长期如此就会成为疾病的诱因 得不偿失 在生活中 水果被人们公认为营养佳品 也是最无害的食物 殊不知 任何食物都有自己的特性 适量吃香蕉 对身体健康有益 但不要依靠香蕉来治病 切勿让传言影响身体健康 总之 香蕉是生活中很常见的水果之一 相信大家都不知道 食用香蕉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 看到这里的你 相信对于香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按需选择 看看自己是否适合食用香蕉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个赞 如果你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记得将它分享给身边的人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